明星故事会 205年6月27日 范冰冰 李晨 分手了 白天我们听到了 宋忠基 宋慧桥两个人离婚的消息 到了晚上 范冰冰 李晨 又发布 分手的消息 6月27号晚上 范冰冰 发了一个微博 人的一生 可能会经历很多告别 在我们的相遇中 收获了爱和温暖的 都化为了永恒的力量 感谢你所有的 给予支持和爱 谢谢未来 还有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我们不再是我们 我们依然是我们 随后李晨转发了微博 称朋友到爱人 再做回朋友 情感的形式会变 最纯粹的感受不会变 因此的信任支持是永恒的 我们不再是我们 我们依然是我们 哎呀 听到他们 这样酸酸的分手的消息 莫名的感到一种悲伤 说实话 从去年范冰冰到现在 可能经历了实在是太多太多的 其实早在2018年 就有网友揣测 他俩可能分手了 为什么 因为范冰冰过生日的时候 李晨没有到现场 也没有送去祝福 但是当时李晨就在微博上 给予了否认 今年又有业内好友说 他俩可能在今年领证 而且在2019年 范冰冰出席某活动的时候 带着大戒指 有人说 这可能是好事将近了 没想到 在6月底 得来的这样的消息 恋爱了数年 到今年 还是分手了 娱乐圈 真的不长久吗 情形故事会 李晨被骂没有担当 范冰冰得到清一色的支持 去对网友打骂李晨 在李晨的评论区留言 说的真是灌点堂皇 分了就分了 还能做朋友 那真是扯淡 那就是当时根本就不够爱 李晨真是考不住 都求婚了 现在又分手了 是不是顶不住压力 对不起冰冰吗 网友还怒骂李晨 是渣男 李晨被骂得很惨 在反观范冰冰这一方 粉丝们却是各种心疼 我爱的是你 姐姐要开心 希望现在不要怕别人 也别试图强迫自己 再一个就是 俩人宣告分手之后 微博彻底瘫痪 不得不说范冰冰 依然是话题女王 同时也有不少网友 跑到张新宇的微博下边 去最后的赢家 说可开心了 热搜看得好爽啊 等等等等 各位您觉得张新宇 是不是躺枪 范冰冰是不是 现在的话题女王呢 欢迎评论 明星故事会 有网友爆料 李晨范冰冰 其实分手早就有端倪了 这端倪在哪呢 可能是在最近一次同框当中 是吗 范冰冰李晨最后一次同框 是在今年3月27号 当时范冰冰在北京的美容店开张 李晨呢 是在以南主人的身份前往剪彩 之后呢 李晨范冰冰在室内合照 这也是两人分手前最后一次同框 但是李晨范冰冰中间隔着范长长 似乎有意拉开去 那分手之后呢 情侣头像未更换 两人发文前内容上来看呢 两人和平分手 同时网友注意到两人社交平台的情侣头像 并没有换 相关涉及对方过多秀恩爱的历史呢 也没有被删除 看来啊 两个人打发了今后 继续以朋友的方式相处 范冰冰是娱乐圈出了名的情商高 与EX分手都没有撕破脸 想必与李晨也不是个例外 各位您觉得对还是不对呢 明星故事会 李晨不同意范冰冰付出炒作导致分手 这是卓尾内部最新爆料 据卓尾爆料呢 范冰冰和李晨呢 在范冰冰出事之后已经出现问题了 她的小号透露李晨在范冰冰风波之后呢 对范冰冰一直都是公事公办的态度 范冰冰只能靠自己 对于婚期李晨也是避而不谈 有知情人爆料称 两人在年前就已不合 大概在年后就已经分手 也就是说 范冰冰戴戒指现身的时候 两人已经结束了 同时还透露一个细节 称之前李晨参加某饭局 想拿范冰冰去 但是范冰冰不愿意陪酒 所以说拒绝了 惹的网友纷纷猜测 这是否是导致二人情感不合的真正原因呢 5月18号 有资深媒体鱼记爆料 两个人感情八卦称 两个李晨对范冰冰越来越敷衍了 对方团队提出好多付出炒作也没有同意 甚至家里人也出来表示 拒绝和她和女性那边再有什么瓜葛 这事儿呢 让范冰冰很没面子 据说前段时间两个人没帮助 直接在公司吵了起来 工作人员都不敢上去劝架呀 至于这位举计爆料有没有实锤真假呢 或许这些小道消息 分手是真的 我说或许哦 各位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说为爆料对还是不对呢 欢迎评论我是大队 明星故事会 明天接着聊 明星故事会 范冰冰李晨分手的消息 现在沸沸扬扬的 而且呢 又传出范冰冰怀孕了 今天上午范冰冰的公司 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辟谣 而且说要追溯法律责任 什么事情怎么传的呢 相传 2019年上半年 范冰冰就跟李晨分手了 而分手之后 范冰冰住在你的一个叫 德基世贸的小区里头 高档别墅 在这个高档别墅里 他住的是三百多平的房子 他跟谁住在一块呢 网传 跟德基世贸的老总住在一块 很多很多小区的业主 还有这个保安人员 都曾经看到过他 而且还调了监控 从监控里边看一下 是不是范冰冰 范冰冰公司对这件事情 进行了辟谣 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不是真的 范冰冰有没有怀孕呢 各位觉得辟谣这件事情 准不准呢 而好多事情是越辟谣 越辟谣了呀 欢迎评论 我们大嘴明星故事会明天接着聊